然后现在匹配的分数段 最低的也是接近1900然后最高的匹配到2200出头一点点 这局我们也是1900打2000多的 哇这局对面 铁锅手雅各 直接首选了一个末日 然后这个九楼应该是看过我视频的因为在那个游戏开始前他跟我打了一个招呼 我还是来看一下这个末日使者的胜率 53盘41胜 这个胜率有点有点吓唬人 这局我开局是随机到了一个电魂然后和队友换了一个低精撕裂者 这个英雄我还是挺会玩的 呃这个号打到2000出头吧英雄几分然后 高手分布那个号最高打到28 呃第金撕裂者怎么说总的来说就是高手向英雄嘛如果不了解他的技能 呃不熟悉他的这种 技能使用 连招或者是打法那么一定要慎用 这局我是在想有没有机会走中路如果走中的话我就买基础 出门然后 如果是猎丹的话我就买个假眼 然后地金撕裂者的出门装我一般都会选择一个圆盾不管是853出门还是503 这边我们的五楼说他选一个中单的 那这样的话我就买眼区猎丹了 隐魔 对面选了个蝙蝠他选了个隐魔 呃我刚才说到为什么要出圆盾 那如果不出圆盾的话一个鞋三个树枝一组知数一个大药 呃这样子出门别人看见你这个装备肯定会毫不犹豫的来跟你拼补给 那这个时候你会想到你的三技能但是 你一个初始护甲是0的英雄 去跟别人就是吸收很多伤害然后来回一点血 第一个是不划算第二个是不靠谱 那如果是我这样那个出门装呃典型的肉装再加上 有圆盾别人跟你拼补给也不虚 在线上比较好混 啊这局我一直在看 对面会拿什么跟我跟我来兑现对面优势路的会是谁 最后两个对面是选了一个沉默然后一个蚂蚁蝙蝠中 蝙蝠中我是想到的然后 末日打野 狮王下路的上路 上路沉默 沉默单的话那蚂蚁在哪 蚂蚁是可能选出来去下路和狮王两个人比较强势 那如果是沉默的话我就可以稍微欺负他一下 哦还有个蚂蚁 哇 还来 我这什么情况我出门 打了一个照面一个大药就没了 这局开局有点伤不索对面 蚂蚁加上沉默这个对线组合有点头疼 你看一个补刀蚂蚁补刀然后沉默点人 而且他是用法球的不吸引这个小兵的仇恨 这个你有点太过分了吧朋友 这边还有一个小技巧就是 刚才大家应该看到我就是替他的时候我还点了他人的右键 因为这个替在过程中是可以点人的是可以普通攻击的 所以刚才我等于点了他两下然后配合小兵的攻击 他的这个血是掉了非常的多 这里我们最后一个人是选了一个发条 这一血应该是中路吧中路应该是 我已经是想到因为这个蝙蝠拿人拿的特别果断也非常的针对 这样一来的话我们这个阵容再加上分路就 特别的尴尬因为下路是一个猴子加苦法 打一个狮王没有困住机的话很难杀掉 然后中路被单杀一次几乎已经崩了而且我们这个阵容没有人能够游走 也就是说我们一个212的分路 跟别人一个211的分路干 居然没有任何优势 我们这边发条应该是去看服了 这里其实如果是我最后一个选人的话我会选一个牛头或者BS 因为这样既能够帮到下路又能够帮到中路 这边我先买一个鞋 跟他拼一下 他给我放T我就放一个 我也放一个T 非常抱歉 开局这么逆风的局势让我这个 结巴的老毛病又犯了 我们的发条应该是去野区骚扰了一下 末日 总的来说呢我觉得打路人还是不能太收求阵容 这边我的吃素已经吃完了 但是兵信不错 兵信不错的话只要这个沉默点不到我我就可以来吸收一些小兵的仇恨来回血 我们发条也是游走了一圈 觉得没什么收获 他要是有一个游走的心的话我觉得不应该选发条来选一个 带控制的多好 敬畏军团杀死了半弱剑 这个半弱剑是下路的狮王 还好这个古法和猴子给了我继续游戏的勇气 不然的话 真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发条一回来就依偎在我身旁 心里面肯定想大哥还是混线好 其实对面沉默和蚂蚁我是有机会杀的 他们的血量都非常少 但是 6级之前我决定还是做一只羊比较好 等6级之后 等到6级的时候我就让他明白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 现在这个沉默不点我我倒是还能混这个血量 可以慢慢的涨 而且还可以补兵 哇点我两下这么疼 这小子倒是挺精的 躲这里面别人点不到 好我们的发条又准备去看服了这边又是我一个人的 混经验时刻 我不知道这个沉默是不是主W的 对面蝙蝠6级末日5级 我这边拉仇恨 尽量不让他反补 吃到每个兵的经验 我这发条 有没有这么高端 这边不着急 兵器马上就要来了 拉仇恨 补个兵 再补一个 没不到 这边中路营默又挂了 也没办法他 主要是被这个蝙蝠 压了他一级 一个5级一个6级的确有点难打 好我也5级了 这波兵吃完我就 我觉得有点希望了 还有一个车这样的话我已经是 应该是5级半 5级大半 机会就要来了 真的机会就要来了 我一定要稳住 我现在血量 不是特别好 如果 等到6级杀了这个沉默的话 我自己肯定要交代掉 所以 晕药 再晕个树枝 晕两个药 还差两个兵 这个打掉还差两个 好这个沉默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点我 不点就没机会了 我前期打得这么怂 等我到6级他肯定还会上来点我的 最后一个兵别反驳 漂亮6级 回去拿大药吃一下 好看一下这个沉默还在不在 还在 找个角度 这边他应该是跑不掉了 T一下D一下 然后再C一下 拉回来 爽 快7级了 这边我身上还有600多块钱 这个蚂蚁 只要他不到6级的话 我是有机会杀的 就是刚才杀沉默 一套技能打的没难了 猪博兵全收掉的话 应该快觅法了 830 这边以摩提醒说中路没人了 这个 全场最最肥最顺的蝙蝠 开始带节奏了 不过我猜他 应该不会来上路 来杀我这只 烈丹的小绵羊 看一下蝙蝠 在中 居然敢上我们家发条 好这边我已经是有秘法签了 完了 我后面有个红点 赶紧先把秘法给买出来 末日 末日应该是第一波支援 我应该有机会 再勾一下 蝙 蝙 给一次机会 刚才 勾出去的一瞬间我还天真的以为我能走掉 这局连这个大熊 都要来踩我一下把我踩死 这一局唯一能够让我安慰一下的就是我们这边除了猴子应该是我发育最好的而且等级也最高 猴子才6级 我这边等级最高7级 对面 蝙蝠8级 不过还好的是对面 沉默加蚂蚁这个优势路组合 不算太顺 沉默5级 蚂6级 蚂应该也没什么装 没什么装备 对面这个阵容和我们阵容不一样 对面阵容应该是会暴弹打的 但是 起码要等这个 沉默6级 我这里是想装我们的古法 这边非常抱歉刚才弹出去了但是 我们的古法还是挂了 是蝙蝠加沉默抓了我们的古法 这里我准备去中路混到8级 然后让这个 8条补一下等级 8条因为前期在上路跟着我又混不到经验 然后 自己还看 控服然后还游走 上路还是蚂蚁在混 这局我们应该会打的特别被动吧因为 我们没有任何控制 真的是没有任何控制然后 8条还打成了一个 4、5号位唯一有控制的8条 我觉得照这个 情况看的话我们唯一有可能 打胜战的机会就是 打反先手 不过要等这个发条稍微混起来一点点 上路古法活了之后直接TP刀上路 我觉得这个蚂蚁会单杀他 这个蚂蚁可能自己等级也不高 然后队友在下面不过还是决定要蹲一下这个古法 好这个蚂蚁要动手了末日 给了大招我这边等一下蚂蚁一个T一个D C 收回来直接秒掉蚂蚁 好这个末日应该也是走不掉的 一个T一个D 这波打得非常赚了两个 两个打前最快的点 为了杀一个酱油都挂了 这波其实稍微有点碰巧因为 末日加蚂蚁两个人 两个人杀一个500多血的古法 然后末日丢了大 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想 杀掉之后马上回野区继续发育 如果他这个大招给我的话 那说不定我会古法就都挂了 这边我是准备出挑战因为他们这个阵容 前期的话基本上都是魔法输出 这里又是杀了 杀了狮王 好这边我们的发条和沉默还在中路对线 我觉得趁他们没有抱团之前我们就是应该多累积点优势 多起点装备 忽然的话我们这个阵容还真的没法打 他们抓人根本就是无解我们 他们只要一抓我们没有任何办法 这里还想上我们的古法 直接TP 沉默和蝙蝠应该有机会 可以杀掉 找一下位置 一个T一个D再一个C 哎这边我们的古法还是挂了 蝙蝠也是算准了我们没有任何 打断技直接TP回家了 我们这个阵容就是为什么别扭为什么尴尬就是主要是体现在 第一个我们不能抱团如果我们抱团的话 对方真的很好针对要么就是 放一个蚂蚁去和猴子对线这样猴子根本就对不过蚂蚁 要么就是直接让蝙蝠或者是末日去把这个猴子单杀了 然后我们要是推塔的话也是非常不好推因为 虽然我们稍微有点爆发然后有一个先手 但是对方还有一个沉默 如果发条先手然后我们都冲上去 沉默一开大这样我们就是直接是团变的节奏 所以我们这个阵容就是应该怎么打才能够最保险 或者说怎么打才能够体现我们这个阵容的优势 我觉得就是在首塔的时候打反先手 因为对面 蝙蝠开大拉人然后这个沉默肯定是开大的 这个时候我们走位好一点然后 等他们大大招全没了发条一个勾 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 就是这个AOE这种爆发就可以体现出来了 中路被抓了三个 另外一个应该也要挂了 这个地没地道 刚才说为什么说打先手比较打反先手比较好就是因为对面 也是没有特别强大的控制剂只有一个蝙蝠先手比较变态 然后还有个末日 再加上一个沉默大招 但是他们的技能 至少我觉得蝙蝠和沉默大招应该是同时放的所以 这个控制剂不是特别的强大 蚂蚁出了个挑战 他们这个阵容 优势路蚂蚁出了个挑战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这么出 这边蝙蝠 胆子也太大了吧在这里杀我们的 影魔 这边发桥没勾吗 可能是刚才中路的时候勾过了 隐身符 这边末日一个人在 推我们的上塔 这隐身符被狮王死了 所以我还是慢慢打出自己的这个挑战 现在的话我们合到有眼尽量还是不要让他们就是 抓到人 这边我也不敢补兵了因为 他们应该都缩在了中路塔下 中路那边 好是要去抓我们的猴子的赶紧提醒一下 我们猴子还是发育很顺的 绿邪 直接冲鬼盾 裸灰药 买一个875他们去下路的话我就去上路 这边狮王直接撒粉 这应该抓不到了我就不TP了 末日在上路应该是打 打引刀 中路退塔 这边 其实我有点危险因为这个 末日如果去拿引刀第一波的话可以把我单杀的 但是我还是不想浪费这些钱 这局我们的猴子我觉得还是 呃 非常会打后期的 首先他前期在对线 呃对线的时候积累了非常多的经济然后 到了中期在就是 局势不好的情况下而且打前空间被压缩的情况下没有选择 出散尸 试着帮试着来就是打架来帮队友打开局面 而是很好的就是避开了对面的干客来憋三千八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稳的做法因为我一点都不认为出了散尸之后 刚正面能打过对面 特别是首塔 再一点就是我们阵容完全不具备刚正面的能力 如果出了散尸主动求战去外面打架的话 被对面一个先手那我们就是一盘散沙 而且主要是因为对面主要是对面还是给你机会去打钱的并不是说就是非常针对你这个猴子 我感觉对面还是就是 不是特别担心不觉得猴子是他们的威胁 会成为他们的威胁 这边我刚才看到一个鸟 那说明对面还在下路 那我上路就可以继续带线了 下路很可能是有蝙蝠 想蹲一波 然后让狮王上来守塔 这边我们的猴子是已经三千八了非常不错 下路隐魔要挂了 很可能要挂了 果然 这局这两个合道眼其实帮了帮了我们不少忙 如果没有眼睛的话这盘 呃就输定了 没有任何机会 起码活子现在已经被抓好多次了 这边这个下路塔肯定是守不住的 我决定去他们野区稍微打点钱 我决定去 试王也去跟他们抱团了 刚才他们杀了人没有拿塔因为 呃之前我在上路带线是带的比较深 呃所以一开始他们试王和那个沉默是不在的 啊不过现在这个等级的差距和装备的差距是越来越明显了 呃只能现在只能就是稍微的脱卖一下他们的进度 让我们能活得尽快挥药这样的话 首塔会比较好守 其实这局我已经准备好守高地了真的 我觉得二塔也不太好守的 首二塔的话主要就是 蝙蝠有跳刀 万一就是在二塔那边挂了的话就是一波高地就直接没了 这里我让猴子去上路打前我觉得下路 呃下路我就不去了 这里叫 猴子去上路打前的同时我这里尽量的 推兵线 尽量把他们多一点的人牵扯到中路 这样的话猴子在上路会比较安全 他们还是决定推下这隐磨非常危险 蝙蝠没有先手到 一个R弹回来隐磨挂了 沉默开大 诶沉默在这 我看能不能 抽掉这个沉默 他满血的话我这个大招就没什么减速了算了 万一他们TP的话我也走不掉了 其他四个是拿了我们下塔猴子的话应该是灰药的 沉默 沉默嘲讽我 求死 在这种 逆风局的时候我就需要这种 来嘲讽我一下来刺激一下我的这个求胜心 猴子猴子真的还是非常会玩的 这个时候他在对方的野区大家看到没有野区发雨 有没有野区 引刀板甲 引刀板甲是要出强席吗 出强席的话可能是为了上高地吧 现在这个局势我只能利用 我这个英雄的优势 来快速推线 对方现在已经挺着急的要暴弹了 虽然有一些危险但是就算我被抓的话 我们家猴子还能打钱 这边竹龙应该是抓了我们的古法 这边的话我也是在考虑我下一件装备 这个血金石肯定是不出的如果出血金石的话我自己都会骂自己 然后 笛子的话 虽然我现在钱已经差不多了但是 我还暂时不想这么快的出笛子 原因是为什么呢 哇这边 我差一点就回不去了 原因就是如果 双方装备差不多的情况下我出一个笛子那么 守高地会有非常大的帮助但是现在别人比我们装备好而且我们 脆皮非常多 这个时候我出一个笛子的话有没有效果有但是 有效果是有效果但是就是没作用守不了高地 所以经过非常慎重的决定我还是出一个准备出一个死灵书 这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让八条勾因为末日不在 我们现在是四打四这边可以勾了 点了信号 不勾的话这边就要先是我们 隐磨了 沉默开大 这边还是可以勾 因为末日还在下路 这里我先上了但是 这边就不好打了因为下路的红点消失了肯定是看引到过来了 刚才如果勾出去让这个沉默被动开到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好打的 这边末日 这个末日你总勾了吧 这波一个一换二还可以对面这个末日挂了 而且我们的猴子打钱打到现在 刚才就是我觉得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 不过也没关系现在已经是比较逆风了 能杀死对面一个末日我觉得还可以 和大家说一下为什么经过慎重考虑还是选择了出死灵书 第一点死灵书这个道具虽然不适合手塔但是如果尽早能够出出来的话 怎么说呢是一个死灵书这个道具的优势期或者是强势期 第二点就是三级书可以反隐身 然后我们这边没有什么DPS 死灵书也可以弥补我们输出的不足 最后就是考虑到对面没什么AOE 死灵书也不容易死 然后死灵书的 这个属性也是非常适合地精撕裂者的 撑血撑魔 不过就是比较担心 比较担心这个末日把我的死灵书给吃了 但是也没办法现在这个道具 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我们这边隐魔也是在做BKB 你看这个 狮王出了个笛子 然后蚂蚁出了个挑战 灰药 这边我们打野的被抓了 古法 古法也是在憋梅肯 总的来说 不管怎么说就是大家还是想赢的 对面这个沉默来我们也去插眼了 打入山了应该 我刚才看到这个末日的装备忘了说了 他出了一个冰甲 这个冰甲 我也是 比较的不理解 可能就是因为他钱特别多 然后觉得 又撑点魔撑点防 然后又有一个AOE 减速 这边的话 趁他们打入山这段时间 我想尽快的 打钱能够做出我的 三级输 又出了个1000亿的球 这个末日我们是打不死了 26分钟他们终于决定打完肉山推高地 这波的话我得赶紧叫猴子回来 这波不是特别好手 因为猴子身上 只有一个灰药 然后他们又有梅肯笛子 灰药 又有蝙蝠的跳拉又有木鱼的大招 还有沉默大 这波 蝙蝠拉了我们的古法 但是我们的古法这个棒子把他们打得非常伤 沉默也叫了大招 死亡的墓碑被我们打掉 这波不是特别着急 先开下塔房 他们杀了一个我们 5号位的酱油 然后 自己的状态不是特别满 这波我觉得可以打 真的可以打 这波应该算是守住了 守住了第一波 这个蝙蝠的先手对象不是特别好 而且有棒子 看一下猴子 3200 他应该是决定先出龙心 这边我决定继续在线打钱 一级输和三级输的这个 效果是有质的差别的 所以还是 所以还是赶紧出这个三级输 宝石 狮王 结果我们的古法确实还是有求胜心 然后我们的发条也是 慢慢的在更新自己的装备 我们的发条 可能也是有自己的想法 比较属于稳扎稳打这种风格 那我也算是这种风格 但是 在逆风的时候 我想 找准一波机会 打一波漂亮的团战 这样的话能够拖一点时间 哎 这我们中路 我们中路是 不是被抓了是一波什么 对拼吗 杀了他们的末日我们猴子挂了 这边蚂蚁 一个T一个D 蚂蚁用了大招 上路的塔是被我们小兵带掉了 这波他们状态又是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是想推 你看 进攻心非常强 这样的话就招个死灵书 让他们 直纳而退 回去收线 也给我们传火器的机会 让猴子做出龙心 刚才那波好像是 队友出去打了然后 猴子也跟着上了然后猴子挂了 其实不用出去打的 26分钟手第1波的时候 那时候我死灵书没有没有开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像这种局势 主要就是不是打团战而是守高地 像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一般都会把死灵书当做我的第2个大招来用 就是每一次用你都要 权衡一下 是不是很值得 当然如果跟对面打团战的话那肯定要提前开了 呃第1个就是有光环然后还有一个真实作用 如果像我这样守塔的话 你提前开也没什么用 这边我一直在看面板 现在比分差距有点大然后 我们的影魔和猴子 一个BKB一个龙心都是 有点距离 这个时候打前还是比较紧张的 万一被抓了就是 出不来大剑不说 还舍不了高地 这边又是他们准备第3波 我让猴子早点回来因为他们 就是铁了心的要推高地 这波我准备把这个死灵树先开了 先挡一波 如果这个猴子想龙心再回来的话 猴子回来了 也没关系 应该能拖到我第2第2次开死灵树的CD 哎 nice nice 这波他们 沉默也开了大招 这边先把墓碑给打掉 这个超神的蝙蝠 玩得有点随意了 你看他们的控制也不是特别多 就一个蝙蝠一个末日 而且这个末日出了冰甲 出了冰甲 吹高地好像没什么作用 这边 现在的话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野区 在我们的野区等这个蝙蝠的大招 那我不浪费时间了 我去上路 打出我的三级死灵树 这个肉山他们想打就打 我觉得我们在外面打 没什么胜算 收完这一波已经是三级输了 再收一波 好这波收完直接回家 因为我觉得他们 应该会很快的再集合一波来推高地 这个猴子出贵药对他们的这个心理上还是有点压力的 现在我们的猴子和这个蚂蚁的装备应该差不多 狮王和蚂蚁在中 看这个蚂蚁 这个蚂蚁 也是在出荣心 还差一个卷轴 我们猴子也是 我看一下这个 猴子的幻象在野区他们还怎么还在自己野区打野 这局他们的视野估计也是 不是特别好最多就是 我们野区高地这边有个有个眼睛 前期的话他们插眼还是比较勤快 但是他们 优势了之后 就是死推高地不准备抓人 我们猴子的话你看老套路了 一直在他们野区打野 他们对面现在的想法就是 比较懒 真的懒得去抓 这个宝石买的就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现在猴子又可以 收野区的全部资源又可以收他们上路的这个 哎呦末日 这什么情况擦肩而过 这边末日也是想出荣心 上路想召猴子 不过没有蝙蝠和末日的话 其他三个人也是没有控制剂 发条 找准机会了看见上路三个 直接是对这个末日有想法我刚才也是看了这个发条是有粉的 直接勾 一个C 穿上去一个D 末日给我换了大招 这是我们 打到34分钟应该是 第一次这么胆子大的抱团了 不过还好 抓了个末日的话应该又能够稍微拖一会 这边其实我感觉就是 意见不同意吧或者说执行力 不是特别强 一个大哥蚂蚁带着两个没有控制剂的小弟去抓这个猴子 然后反而没有抓到反而是自己 自己这边的大哥末日交代掉了 然后蝙蝠也不知道在哪 蝙蝠应该也是在刷钱吧 但我觉得蝙蝠这个装备已经是够了已经是要 出这个装备已经是要想办法抓猴子了 我们活着已经龙心了 我们的影魔应该也是BKB了刚才没说 拿两个死灵书去带线 这边我们的影魔应是 迫不及待的想搞一波 他也是看到了猴子有心但是我觉得 还不是我们想搞就能搞的时候 这边我也觉得肯定是 是守他比较靠谱因为 在我们就是装备很差的时候 他们来推塔已经是有了不少的失误 有了各种就是大大小小的失误 然后现在我们装备稍微有点起来了 继续守塔我觉得这样的话肯定是更稳一些 现在的话他们是去打肉山了这个肉山放给他们也没关系 我觉得现在去的话就有点有点慢了 没必要 还不如让猴子带上呢 这样的话他们 打完肉山之后还 就是还不好推中下 只能去上路先把这个线给带过来然后再推 不过他们就是 他们的装备还是比我们要豪华的多然后又拿了个盾 要是蝙蝠拉的稍微 使劲好一点的话 我们还是得破路 不过我们现在这个猴子的装备 就算破一路我们还是承受得起的 我让猴子赶紧闪 发条让猴子出墙袭 发条让猴子出墙袭 这边我先做一下我的笛子 出墙袭没必要因为现在 连散事都没出 好他们又是集合一波想推中 现在出笛子这个 时机刚刚好 呃作用也要比前几波来的 就是大得多 他们这一波集合的话 是把兵线控制得非常好 上路中路然后下路又有人在带 我们这边 猴子在野区打野 我刚才还看到野区有个红点 哇这波 这波我们发条和猴子被抓了 猴子应该能买活 但是 这个买活就是 如果是守高地的时候 跟他们对拼 这样子买活就比较好 现在的话 就非常被动了因为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别人还带盾 为什么说只有一次机会 因为 他们如果先手猴子猴子买活又挂了 这样我们 就可以退了 最后猴子买活我是提前开的死灵书 拖一下 这边控制一下我的这个死灵书 吸两次 这波隐魔卖 蚂蚁放了蝗虫他们这波要上了 拉了隐魔 我这边冲上去开了笛子但是 看下这波非常乱 沉默开了大招 鼓法也挂了 还想追 还想追 这边 放一个C 减一下蝙蝠的素 这蝙蝠可以杀的 TTC 终结了超神的蝙蝠 这波 我来不及回家补给了 看一下塔坊 放个C 这波他们的蝙蝠买活 我们的蝙蝠也买活 再开一本死灵书他们这波应该是推不了了 这波我觉得我们已经守得非常勉强了 主要是我现在 还是只有一本死灵书然后蝙蝠没有输出 这里是说开一波雾 想抓这个末日 这边我点了一下都没带粉 没带粉的话 肯定是抓不了的 而且我的死灵书在CD 这边我是想去中路收线 但是 队友好像还是要杀的意思 这个蝙蝠是杀不了的 他有BKB 我们没有控制机的话 他反应再怎么满 这个BKB肯定是开得出来的 对面这波 中路人也是非常多 这波对面是有想法 末日 先开个死灵书 这边发掉先勾了 末日直接给我大招 我这波 古法挂了 这个发奖肯定也要挂 还好末日是 放了我一马 但是这波高地 赶紧吃个大药 这波高地的话我觉得 没什么希望 发条买活 蝙蝠先手拉我 还好我是开了这个笛子 沉默开大招 这个末日空穴 还追我 好末日挂了 赶紧回头 这边蚂蚁杀了我们的影魔超神 如同神一般 这边有机会一个T 一个D 都空血但是没控制 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波是第几波了第五波了 手是守住的但是 特别吃亏 现在这个线 不太好没有什么打前机会 43分钟 猴子的话应该快闪失了 主要是这局我们这个阵容 盒子就算 散尸的话 也不太好打 这边发条还要抓人 我们抓人已经很吃亏了 反正我们这些伤害就是打得特别散 就是因为没有控制我现在特别想出一把羊刀 不然的话这个猴子 杀不死人 下路一个蝙蝠 飞鞋 这边猴子好像是对这个蝙蝠有想法 那我就先看死灵书 让一下发条让他勾 他正好是没有火了 这个蝙蝠应该是能杀的 这些蚂蚁 杀掉蝙蝠 赶紧撤还有末日 发条挂了直接给了我大招这边我也挂了 不过还好我们的猴子没挂 还有我们隐魔古法也没挂 这波 他们要推下路了 猴子 散尸了 我不知道他出不出还是留钱买活 对面两个龙心然后基本都神装了 世王的话也是出了一个吹风 这波不是特别想买活 还有45秒 因为我想做羊刀我不是特别想买活 看队友能不能撑住 不过我们的防御塔没什么血了 这边对面的那个 蝙蝠也不在 还是买活吧开一下塔房 看一下这边非常乱 八条一勾勾勒没有留住蚂蚁 但是 还好是把他们打退了他们我估计应该是想等蝙蝠 等蝙蝠先手拉 撤退了 不过我的身上 只有1300了 前几分钟还是3000块 像我们这种没有控制的阵容如果后期 出不了一把羊刀的话 基本上没血 真的没血 就算猴子神装 也没用因为这个线推不出去 然后对面冲进来又杀不了人 对面这局基本上 五个人都肥 现在已经几个人都换了飞鞋了 宝石在下路 现在这个猴子还是比较安全的因为 除非是末日加蝙蝠两个人一起抓 不然的话一个人有点难杀这个猴子 这个猴子是可以随便带的因为 宝石在中下路 宝石在中下路 然后我们这边有人被抓了 隐魔 我觉得这局 希望有点渺茫了 对面现在就是 已经把我们压得非常惨了 像之前前期的话我还可以和猴子一起打钱 现在的话 主要是他们都有飞鞋我们也抓不了人 只能在家里 然后守一下这个 接近这个高地的线 前来得非常慢 我自己让猴子小心一点因为他们现在人都不见了 好肉杉刷了他们应该是去打肉杉了 这样的话我可以稍微出去打点钱 这个肉杉肯定是放了 主要是没什么关键性道具跟他们去干 这应该是第3个肉杉 有奶有对 这边我拿死灵书去看一下 我觉得这局我们还没有输很大的原因就是 蚂蚁和末日这两个点没什么物理输出 感觉他们没有把钱用在刀刃上现在就是 装备是有点碾压没错但是我觉得 主要还是 依靠这个阵容优势 就比我们多一点控制 还是蚂蚁拿盾 这边是蝙蝠拿了奶酪 猴子已经4000了 看这个末日 其实他出了引刀之后已经是很大优势了然后 基本上就是推塔推高地的节奏 那时候他出了一个1400然后 合了一个冰甲现在多了一个龙心 又换了一个飞鞋 就是感觉他这个出装备性价比特别低 这一波的话 难度有点高 但是我和猴子都能买 猴子这样TP下来有点 略风骚了 但是还好蝙蝠没拉 末日也没大现在才可以雷给大 赶紧开个笛子 还好这个猴哥没死 保住一条命回家补解 这个末日能不能杀 杀不了我们隐萌要挂了 这波先别上 先等一下这个 等一下猴哥 卡是没了他没了没关系 7个魔棒没来了 我这边什么看来大招我们发条要挂猴哥满状态出来 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这波可以打 这个狮王他挂了 我来了一个体一个地 收掉狮王这边蝙蝠也是空穴不过蝙蝠有奶了 继续追 是不是来了 猴哥 好这个蝙蝠也挂了 3800 这边无论如何 下一波肯定要出装备了先把这个圆盾给卖了 刚才那波他们推的时候然后 猴子cp到那个位置其实我的心是选择的 如果他被先手被秒了的话那就意味着白白送一条命 不过还好是对面第一时间 没有把那种控制剂甩给猴子然后 末日也是最后甩了个大 甩了个大之后就是猴子没挂回家补给了一波这时候满状态出来的话我就 非常确定可以打了 因为对面没什么技能而且 狮王和蚂蚁 两个人不是特别厉害 我蚂蚁这边是更新了一个大炮 终于是察觉到了这边自己阵容 物理输出还是不行 杀不掉人 然后一套技能下去了 推不了塔了 蚂蚁出大炮的话 我们猴子可以出个蝴蝶 这边是我们的鸟被这个末日杀了 这边看一下地图上的情况 继续打钱 这局我们的一号位已经是完成任务了我这个二号位如果不掏出一把羊刀的话 就是这局如果输了我就觉得 自己这个原因很大 其实这局我的装备已经是 很为这个团队考虑了也是很为这个守高地考虑 这边末日抓了我们的发条 这里应该是猴子把他们鸟也杀了 这边猴子什么情况 我看到他一个人 被非常多的红点包围 换了一个谁换了一个沉默 这猴子也是打上头了 买活之后猴子还剩1700我这边羊刀已经出来了 猴子GP到上路 这个蚂蚁看能不能杀掉 这个蚂蚁还是超神状态是一个大人头 其他人应该都在下 有机会这边我和猴子交流一下 先不着急 这个蚂蚁在右边 又隐身了 踢过去一个死灵书 但是我的死灵书 好像是开在了后面 本来是想踢过去一个死灵书 反引然后马上羊刀 这边 这个蚂蚁还在 踢过去一个羊刀 看能不能杀 这个蚂蚁还是带盾的 不过只要杀了他这一条命 应该是没有问题 死灵书跟上来 隐魔也在猴子还有散尸 先抽篮 隐魔一个摇大 这边散尸住 好像有蚂蚁挂了 超神被终结 马上回家守塔 这边我们的古法买活 对面蚂蚁也买活 开下塔房 发条可以勾了发条 我觉得这种机会 不应该错过的 我们隐魔应该是在上路推塔被杀了 猴子的话应该是 要补一个分身 但我觉得他现在还是出蝴蝶比较好 现在补一个分身的话 作用没有蝴蝶来的针对 来这边末日 赶紧扬刀 这边古法别走 让我反补 大电锤 末日 末日和蚂蚁都是更新了一件 DPS装备 一个是大炮 一个是大电 这边不管我赶紧推线 我们的中下两路的防御塔已经没了 猴子又是4000多 这边我只能说 一波比一波难手 不过这波的话我和猴子还是都能买 还是都能买 这个猴子 就算 现在买了这个分身斧的话应该还是够钱买活的 家里还有个宝石 我现在就不带了因为我还有死灵树这个宝石的话 可以让队友带可以让猴子带 这边出去看一下能不能秒这个蚂蚁 一个T 没扬到 这边是王 先看一下死灵树 这边猴子 打的有点冲动了这边 赶紧跟过去 扬住这个 狮王 但是什么开大这边我就知道打的有点太冲动了 蝙蝠把我拉了 赶紧开笛子 这波我估计 打不赢因为对面还有一个人没来 还有末日没来末日是有飞鞋的 这边 我感觉 打的非常散 我看见末日来我直接选择TP了 我但这个末日 出了一把羊刀 这波真的没料到 只能买活了 我感觉选择在外面跟别人打还是有点不明智 因为别人冲进来打的话 对方就是 没有什么跟我们拉扯空间 没有什么拉扯空间 然后 这个时候不管是八条的控制或者我的羊刀 都能够发挥在点上 要是在外面打的话 太容易被放风筝了 像猴子这么好的装备 也感觉不出来他的这个 强势所在 而且现在这个 蚂蚁和末日也是出了DPS装备我们顶不住 而且刚才那一波就是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我们一开始是五个人但是我们打起来的时候是三打四 只有 我然后猴子和影魔是这个输出是打到对手的 我们的古法还有发条没上 其实发条古法没上就算这个发条一定得上如果我是发条的话 这个局势肯定是猴子上我就上 发条还有一个无视BKB的这个大招两秒晕眩 对我们这个阵容来说还是比较关键的而且他这个框 他 就是刚才如果 勾到沉默的话他晚两秒开大是非常关键的 那就算勾不到沉默他勾一个 狮王 这时候放一个框那这个蝙蝠肯定就拉不到人了 而且这个蚂蚁肯定也不能 串来串去想打就打谁了 这边 这个狮王是有宝石的上路 对面末日抓了我们发条 狮王是直接买活 这波看来是有机会 跟他们换塔 蚂蚁给蝗虫群我这边先看一个笛子 他们是准备上了 沉默开大招这边后面还有个红点 蝙蝠 先不管 蝙蝠蝠拉了我们的古法 这边蚂蚁 杀不掉我的羊刀在CD 哎这个空穴 这个狮王是挂了 羊刀 羊这个末日 这个蝙蝠已经没拉了 末日应该也没打招 杀了我们发条 这边还有大招 赶紧掩护一下 这猴子不能挂 这边我们这个两个大哥走了 我挂了没关系 这上路 蚂蚁 想拆我们这个兵营 不过应该拆不掉 我们还有塔王还有发条 这边我们的猴子已经是 6400 我得赶紧让他出个蝴蝶 因为现在 对面这个末日和蚂蚁的装备打他还是非常疼的 万一他被羊或者他被拉了 就比较的危险 对面应该是打肉杉了 这肉杉应该是刷了 也好在这局对面 这个AOE不强 不然的话这个蝙蝠拉猴子就很好拉了 60分钟 影魔的话 也是两极死灵树 这波依然是蚂蚁拿盾 这猴子的钱都用完了 果然是处理把蝴蝶 这波的话我也觉得没有必要留钱买 因为对面 这一波是准备的非常充分 两个宝石 猴子蝴蝶 这样的话我们 要准备好卯足了劲 跟他们干一波 不过他们现在 人都不在线上 蚂蚁在上路在线 那么他们很可能是在我们野区 另外四个 这边中路 中路是 这个莫人是可以杀的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养住 这边蝙蝠把我拉了 蝴蝶猴子一马当仙 我这边末日开了大招 蚂蚁也过来了 这波真是 这波本来是想 蚂蚁在上路然后中路可不可以打一波 先手末日 先把末日打残或者打死 因为末日是没奶没盾的他要是 把他打残了或者把他打死了他们这波就推不下了 然后我们这波 打的时候这个发条又是在家里 又是一个四打四 三打四四打四这样的局面 我们家这个发条就是 有点太低估自己了 不过说到底也是 我没有和队友过通好 这妖怪只能怪我了 这波 这波直接被对面 破了两路 63分钟 这我已经不知道是守了第几波高地了 对面是挂了沉默和 狮王 我觉得接下来打团我应该多注意一下这个猴子的这个 一举一动 因为猴子还是比较会打的 这边发条和古法两个人是 杀死一次 带盾的蚂蚁 这边再拿个宝石 我们家里是有个红点 末日 我这个末日有点 有点上头了 直接是飞鞋飞到了我们家里 我刚才中路 原来他们不只是 末日和蚂蚁 这个末日如果刚才稳扎稳打的话我估计我们已经输了 末日送了一次 看这一波有没有机会这边 猴子也是直奔中路 我 我们家里还有一个人先不管了 Pull Speed Ahead Woo Yeehoo Yeeh Haaa Pull Speed Ahead Got it Pull Speed Ahead Are you threatening me? Got it Aa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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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ull Speed Ahead 先跟进去猴子也在里面 这边羊刀先 看一下 先给蚂蚁 蚂蚁现在输出最大 我们的猴子已经是 冲进去砍蝙蝠和这个 沉默了 蝙蝠买活 沉默也挂了 这边蚂蚁 蚂蚁也能杀 漂亮 蚂蚁也买活 这边还剩一个狮王 狮王妖怪 蚂蚁这波冲出来 影魔摇大 直接是杀死影魔 回到过去 这边和猴子说一下 我要闹CD已经好了 再来就杀 这边末日也活了 先养一下蚂蚁 霸条打末日 大家可以看 这个蝙蝠拉不到人 你看 这就是霸条框的厉害 他只能绕了很大一圈 你看 现在才拉了谁 没拉住 我们这边猴子也要挂 波瑞已经挂了 蚂蚁也挂了 猴子可以满活飞了 这边应该是只剩我和蝙蝠 猴子我等你 我们猴子 满活没飞过来 没飞过来的话 我一个人拆塔有点吃力 飞过来马上扬刀 不过这个实际不是特别好 好不管他了先拆塔 对面 只有这个 沉默和 蝙蝠 拆完塔拆下路他们下路是没有防御塔的 这波阵阵打的是 非常赚了已经真的是 非常赚了 对面沉默也是扬刀的 现在双方是 各拆了二路高地 5千7 5千7的话我现在可以出一个冰甲 我们猴哥是准备 出圣剑 这边鸟里还有一个雾 现在可以集合了集合去中路 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时机 现在对面在推这个中路线 对面把线推过来的话 这个时机就不太好了 而且 我也不想再推上路了 推上路比较冒险 这边比较尴尬 中路 中路这个线有点不好 这一波我们胜率还是比较大的因为 对面 都不能买活 然后我们活着圣剑 这边让队友盾我 这波就是决胜 决胜的一波了 蝙蝠 蝙蝠沉沉沂 蚂蚁先阳住 看没有机会 直接一个推推棒 这边发向直接勾 赶紧上去 开个笛子 这边非常非常乱 末日末日要挂了 我这边被养刀了 活着进去了我也跟进去 这波我们发条挂了 末日这个 隐魔中的末日大 这边 拉罗这波我不能挂 这波我挂了就很难打了 哦还好还好真的 这个沉默晚开了0点零几秒 不然我就勾不出来了 看这波强袭的末日 蚂蚁扬柱 能不能秒 直接秒掉蚂蚁不能买活 死亡末日 可以杀死亡 好这个死亡挂了 我们的古法也挂了 但没关系 这边我和猴子 一个控制一个输出 死亡直接是离开了游戏 这边末日 没大招的末日 不是特别敢冲 打不过我们的猴子 现在猴子的幻象都非常厉害了 好这边我的羊刀CT又好了 这个蝙蝠想杀我们的猴子 直接扬刀 直接扬刀 哇这局打的真的是 守了N波高底 让了四个肉删 这局打赢真的不容易 我们这个阵容 然后这门一封 最后一个羊刀就留给你了 这边看一下这个加分图吧 好这边加分情况的话都加的比较少 但是我已经是料到了 因为天地制度的话 他前期如果发挥的不好或者是发挥的很一般 那么你到后期再 再杀了很多人 这样的话他也不会给你很多分家的 然后再说一下这局我们的这个各种情况 那首先呢先说中路吧 中路隐魔是已经崩盘了 中路崩盘了 被蝙蝠单杀 然后隐魔呢本身就不是一个带节奏 也不是一个有走干客的人 特别是我们这个阵容 然后这中路崩盘呢就是导致 第一个就是中路不敢占线 大家可以看到隐魔走了之后 这个发条去占了一会儿线就被这个蝙蝠给杀了 然后呢会给我们上下两路有压力 然后我们上路的话 发条拿人拿的有点问题 两个近战打两个